字幕志明 李宗盛 字幕志明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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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影 追追追追 大便一大堆 一大堆 一大堆 台北 有一個機運站 常常有很多靈異的事件出現 但是 但是我講的都不是同一個捷運站 為什麼一次講這麼多捷運站 因為平常很少坐捷運 那天難得一坐捷運 就不小心碰到有一個人 他就跟我講一些捷運站的事情 然後我就對捷運站的事情產生好奇 就看那天就在路上問了一些很多人 問了一些站務人員 好 這邊又是一個 也是在台北的某一個捷運站 這個傳說事情很多 那既然是傳說 有人就信 有人就不當一回事 那尤其這個對上班人來講 對上班人來講就是 比方說你告訴我哪個地方鬧鬼 哪個地方有人看過鬼 我就不去那個地方不就好了嗎 好 但這個捷運站就這樣 這個捷運站曾經發生一個事情是 晚上 晚上 突然 突然這個警報聲大作 警報聲大作同時就有人用對講機 有人對講機說緊急事件 緊急事件 結果所有人都動員起來 所有人都動員起來的這個警察 站務人員跟這個 所有的高層的工作人員 都幾乎在時間段差很短的時間內被通報 而且有這個有這個監視機畫面可以作證 就有人從月台上跳一下月台 跳一下鐵軌 那這個要落鬼自殺 或是不小心怎麼樣 不知道 反正 一個重點是要先處理 大家很快的往這個地方集結 而且是監視機上都有人看到 還不只一個人看到 因為一個監視機 就是一個地方會被好幾個地方監視 就是這個監視器 那監視器的總台放了很多地方 還不是一個人看到 然後就好幾個人同事中報 啊 七號月台 有人跳月台 看完過去 怕 所有人都到現場處理 到現場處理呢 這大亂成一團嘛 可是就沒有找到那個人 這個時候才有一個激情的工作人員說 現在是收班時間 怎麼可能有人跳到月台下面去 而且是月台又不大 監視機我們就看到 怎麼會有人在這個地方跳下去 而且沒有車呢 沒有車好 這個事情就這樣過去 接著沒有幾天呢 這又有一個年輕的高東生報案 他報案什麼呢 他這個要做那個 在那一站是他們家 他要從那一站呢 到一個西門町捷運站去玩 就晚上 因為約得很晚 他可以做最後一班捷運 到那個地方 然後怎麼回來再說 他要做最後一班捷運 上了那個車 然後上了捷運 台北的捷運大概都不會超過四十五分鐘 再遠 你就從最遠的地方到 最遠的地方 大概也不會超過四十五分鐘 好啦 那個小朋友呢 那天坐了兩個小時 然後坐了兩個小時 他是怎麼發現 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睡覺 等他玩手機幹嘛 就越坐越久 越坐越久 才覺得 啊怎麼那麼久 最後 那個車子 又繞回來 他上 車的 站 所以那個小朋友才很緊張去報警 那這兩個小時哪裡去的 而且台北的捷運 你把地圖攤開來看就知道 台北的捷運還沒有一班車是 你可以從A站坐一圈再回到A站來 還沒有這樣 這是在這個站發生的兩個故事 但這個站的兩個故事呢 這個如果有機會一旦公布的話 你就會發現 他跟地緣的關係呢 其實還牽扯到另外一個事情 但這是另外的事情 鬼追追追 大便 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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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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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